巴基斯坦街头示威的民众 点火焚烧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肖像 中东的约旦 商店将法国品牌的专柜盖起来拒绝贩售 法国总统马克宏 最近针对极端伊斯兰基本交易派的发言 让全球许多穆斯林感到极为愤怒 土耳其总统尔多安 甚至公开呼吁国民 拒买法国的产品 现在我这里 我现在在国家的声音 今年10月 法国一位中学教师在课堂上 讨论言论自由议题时 采用一张讽刺伊斯兰教先知 穆罕默德的漫画作为教材 引起部分穆斯林学生的愤怒 几天之后 该位教师在街头 遭到一名穆斯林极端分子 斩首杀害 震惊法国社会 马克宏在凶杀案发生之前 已经表示法国必须根除 境内所谓的伊斯兰教分离势力 在案发之后 措辞更显得强硬 引起这场双杀案的讽刺漫画 在九年前就曾经引起 刊登漫画的周刊遭到炸弹攻击 在法国政府的眼中 这样的漫画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但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 刊登穆罕默德的肖像 行为本身就带有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 对于法国的穆斯林来说 这两种价值信念也必须调和 有法国民众表示 虽然不能苟同这位教师的做法 但诉诸血腥暴力也是不对的 对于法国民众表示 对于法国民众表示 法國已經召回駐土耳其大使 對土耳其總統的言論表達抗議 將這場意見之爭升高為外交衝突 不管這場衝突怎麼化解 要如何再尊重其他文化的習慣與禁忌 以及保護言論自由兩種價值間 保持適當的平衡 是所有政府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記者陳中寬 花家新編譯 記者陳中寬 花家新編譯